体育中心综合报道,昨天是富婆节,蓝网球星林书豪也没闲着,趁着附近空挡到温哥华做爱心,陪同当地弱势族群一同用餐。 福音联盟任务自从1940年起就开始为弱势族群提供食物和住所,而昨天该联盟准备了3000份产品,包含900公斤的火腿,400公斤的橘烤马铃薯,600个苹果派。 而林书豪则是昨天的惊喜嘉宾,他换上围裙亲自帮弱势族群送餐点,还不时坐下与他们一同共餐聊天。 林书豪表示与弱势族群共餐,聊天经常能带给他人生上的启发,让他的生活不仅只有NBA,他也强调信仰让他更有力量迎接每一次挑战,也让他从错误中不断学习。 林书豪本期因席盖商事整季报销,他目前已开始精度训练,目标星球季付出,而他本季唯一一场出赛留下18分四助攻的成绩。 林书豪做爱心,为弱势族群共餐,取自温哥华太阳报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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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林书豪做爱心,为弱势族群共餐太阳报。